在圈里哪位前辈是你比较崇拜的 或者说一直以来想要去学习努力的一个目标 有好几位老师 一个是张子怡老师 然后还有张曼玉 对 然后还有舒淇 然后还有周迅老师 这些都是我最喜欢的演员 因为我觉得他们是有人格魅力的演员 对很吸引我 在演戏的时候 他会就是他会透着一股像有魔力一样 而是吸引力 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 虽然他演戏不多 王菲 但我觉得他演戏太棒了 特别有灵气 重新森林 太棒了 有魔力在吸引你 就是你 你就是整个我当时看完那以后 鸡皮疙瘩就起来 对会觉得 哇塞怎么这么灵 他没有让你感觉他在演戏 但是他很多很细微的一些细节 你会真的是贪为官职 我说哇还可以这样 那其实刚才也说了 这几位前辈 尤其是张子怡老师 他之前也说过 说演艺工作者一定要有这个工匠精神 其实这几年来 青年演员的演技是受到一些质疑的 那你感觉怎么样去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演技 会用什么方式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式去提高 但我觉得真的是要去真听真看真感受 然后要留意生活的细节 也不能丢掉生活 不能只有工作 那就变成一个机器人了 对工作要分得清楚 工作是工作 生活是生活 生活我还是一个 我可以上街去买菜的一个人 对可以去逛街吃火锅看电影的人 我尽量要让自己做到这样子 对这才不会丢掉人 因为你演戏你什么样的角色 你都是要说人话 你不是说明星话 对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然后还有就是多吸纳不同的演员身上的优点 就是多去看 对去看不同的电影 包括中国的还有国外的奥斯卡 各种奖项提名的电影 或者你喜欢的演员的电影 拉他的那个片单出来去看 然后去如果喜欢的表情 就多看两遍去学一下 对 多吸纳各个方面的一些新闻 一些知识 对都是有用的 那现在在拍摄什么 这个能透露一下 在拍《八月威央》一个电影 对 大概是跟谁合作的 跟谭宋女和罗静老师 然后你在里面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我演的是《魏央》 对 是一个很封闭自己 有原著小说的 是安妮宝贝的作品 对 对 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看一下原著